这样的帮唱阵容,怪不得洪涛撂挑子不干了。 前几天,歌手总导演洪涛被报信任的消息仍是历历赞目呀,但是在得到证实之后,许多歌手的粉丝们也在第一时间挽留洪涛。 但是吃瓜群众们都知道,洪涛之前说过这季的歌手也许是最后一季了,而他的离开,也几乎可以确认这档历史五年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但是,这季的节目还没结束呢?在上周的比赛中,华晨宇、腾戈尔、李全、霍尊、汪峰、Jesse J、张韶涵作为终极入围歌手,将会失总决赛。 转眼间歌手又要到了总决赛的时候了,今年已经到了第五季歌手,从开始的受邀嘉宾令人失望,到如今满满的让人期待。 吃瓜群众们都知道,本周就是争夺冠军的时候,哈哈,当然也是歌王诞生的时候啦,而每一年的总决赛中令吃瓜群众们期待的当然也少不了帮唱嘉宾们和歌手的精彩演出了,不得不说有一个牛掰的帮唱嘉宾也是为歌手助力不少呀。 小丸子先来帮吃瓜群众们回忆回忆历届歌王以及帮唱嘉宾。 第一季歌王,于全,帮唱嘉宾邓超。 不得不说超哥的唱功也是很厉害的,奔跑,冷酷到底再加上三人的婀娜舞蹈动作,简直燃爆全场。 第二季歌王,韩磊,帮唱嘉宾张嘉宜,胡彦斌。 一首掀起你的盖头来,二叔一开唱,吃瓜群众们就坐不住了,再加上韩磊,胡彦斌带有民族风和花式唱法演唱出的歌曲,当之无愧的歌王。 第三季歌王,韩磊,帮唱嘉宾陈奕逊。 两位重量级的歌手联合演唱的十年,也是让小丸子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十年中的故事。 第四季歌王,黎敏,帮唱嘉宾尼,呦,可可黎敏,可以说是老台的华语天后,获得歌王也是当之无愧的了。 而今年的歌手也是很有看透呀。 毕竟有一个国际咖杰石姐坐镇,大家都十分等待,而杰石姐本人也在早前的节目里泄露了一波会约请的帮唱嘉宾,每个拎出来都能震慑全场呀。 这话一出,吃瓜群众们可就坐不住啦。 但是没多久就有吃瓜群众爆料,杰石姐的帮唱嘉宾最后确认了是我是歌手第四季的歌王,可可黎敏。 哎呦,不得不说芒果台真的很会呀。 但果然还是有不少吃瓜群众表示了绝望,但黎敏在我是歌手四的时候就曾演唱过杰石姐的Price Tag,看来这条线很早就签下了。 那么问题来了,杰石姐的帮唱嘉宾确认了是黎敏,其他人呢?且听小丸子我细细道来。 1.华晨宇和邓紫棋 同为90后的佼佼者,同为铁肺歌手,再加上两人还传过非文优,如今的帮唱组合不免会引发吃瓜群众们的热议啦。 而这对宣布的方式,则是在微博上晒出各自唱对方作品的视频,花花自弹自唱泡沫,邓紫棋演唱花花版我的滑板鞋。 2.博尊和韩雪 吃瓜群众们可能无法想象,作为演员的韩雪回来帮唱,但是的确大家是有所不知。 在出道的时候,韩雪的定位便是双漆的女戏字,她的飘雪大家应该都晓得,那张唱片在当年可谓是横扫华语各大颁奖仪式,而韩雪也曾屏障竹林峰三上春晚,既是演员又是歌手,你肯定会讶异于韩雪身上居然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3.尊生仪运或尊遇上仙女韩雪,小丸子也是很期待这对仙遇仙的组合啦。 3.张韶涵和毛不易 不得不说毛不易大火之后,资源的确很好,演唱了无问西东的主题曲,成了综艺节目的熟面貌,歌手李小冬也在歌手上翻唱过他的消愁,不晓得这次和张韶涵的合作,会擦出什么火花?拭目以待哟。 4.汪峰和谭维维 汪峰的帮唱歌手,是登上过歌手舞台的谭维维,这季的帮唱歌手大多都是熟面貌,难怪洪涛导演会哭诉找不到人参加节目了。 而谭维维在第三季《我是歌手》贴馆之前,曾在第一季帮唱周晓鸥,第二季帮唱曹阁,现在再度帮唱汪峰,预测这两人的合作会再次掀起一股摇滚热潮。 5.李全和陈杰宜 除了李敏,邓紫棋这两位网季参赛歌手外,李全也请来了在歌手舞台上一名惊人的陈杰宜,不得不说,这两人的作风倒还是蛮搭的,估计要把吃瓜群众们的心要唱话了。 6.腾格尔和Janet Jackson,珍妮杰克旭 有大V在微博爆料腾格尔请来的是Janet Jackson,珍妮杰克旭 如果腾格尔真的请来了,这绝对是放大招过来的,也是让吃瓜群众们万万没想到呀。 呃,到底是不是呢?估计到了决赛那天就会知道了,哈哈哈哈。 不知吃瓜群众们心中的歌王是谁呢?歌王之战不见不散。